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国家委会 今天是6月8日星期五 现在是晚上9点了 今天9点就抓了我回来录影 为什么呢 因为是星期一开始 你知道我们投票的节目还有两集 即是今天出阶 应该是11号 11号还过了4点 不是那夜晚 将节目搬到4点 受鵝鱼逼迁 没办法了 那你也要临走 临走当然要让其他正气节目 在黄金时段播出 我们推了4点是正常的 我也不怪他 其实也没所谓 好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节目是星期五晚录影的 今天是星期一才播 现在是星期一 这个星期今天是个人 今天是恒指大塌子 今天星期五是大塌子 不过就是纯粹讲恒指的事情很闷 就是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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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过去两个月你都听了重复查 由重复叢想欧丁堂讲的 和我林建明大姐 decir 在这两个一段重复 重复 重复 一种 光是一线杉 troll 周约今天看真的 今天就看了整录至少雁程影完两个月 恒生指数又用这几个月了就摧摧落落 一直在这狀況下延落 不斷�iami被ダウanh等待突破 hack 即ividade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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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ан 差不多不要再狡辣 亦是贏亦是输 爽爽快快 一刀了斷 要么反過來 下載他们最後一腳 然後大家ola在嚴冬尼入場前 都可以上行爪藥 儲先糧倉 等你要在嚴冬來臨 为何我說嚴冬來臨 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 當然是IFTA 6月的第2個newsletter 剛剛出了 昨天出了新鮮鬼烈 有兩篇文章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一份就是講到美股將會大跌市 我覺得是未發生的 不過英文那個字叫做甚麼 上一集講過英文字叫做甚麼 一定會發生甚麼鬼 死定了 英文的條例太差了 不記得了 即是不避免 另外一個字 算了 我記得先講一會 第一件事 講了我在Facebook post出來 先去電腦 發了甚麼出來呢 先看我的衰章 不要只看電腦 我在這個《圖表學人》 還有在我們這個財經台裏我都發了 2018年7月1日起 所有中心三角證券 有限公司客戶可免費成為 簡單來說一句 你說是一間遊戲公司也可以 你說是一間證券行也可以 當然當然是證券行 證券行亦有支撐管理的服務 亦都有以証券投資証券策略做收入的第四號牌照都有 為何要講講這件事呢 因為有人打電話來 上一集節目我講完之後 打來問了很多問題 我說會在Facebook發表 我的同事聽了電話之後 有很多問題 即時回答不了 我說不要緊 我會在Facebook發表 昨天發表了 說你也不相信 發表出來之後 我自己猜有多少人會打開戶口 你看到我留言寫甚麼 我猜有十個左右 十個 今天星期五 我給你猜這段東西登了出來之後 昨天登的 昨天 即是星期四登 你猜今天我問同事 剛才我過來之前 六點來七點 我說有幾天打電話來的 我同事說 我是不是一個都沒有 我同事說不是的 是十個 我說十個這麼猛鬼 我猜都是差不多 十個八個 多就不會的 多就不會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會在其他地方 即是在炒的 沒理由你又開了一個戶口 覺得免得失事 反正又不是特別幫你贏很多錢 就當作茶餘發喉 聽一下我吹水吹了兩年多 就是這樣而已 坊間有大把 網台有大把電視 有大把專家 每天有專家排山都可以 有無限量的分析 當然很多高手如雲 要在我那裏開戶口 正常 所以我猜都是十個左右 所以我都很開心 我的預測 又一正確預測 對 大致上內容就是這樣 如果你想開戶口 開戶口就是這樣的 你找同事開了戶口 買不買也無所謂的 你不用最少開多少 你開了戶口 你就買賣 通常三個月內 你做十單八單 我都會保持著你 在臉書裡面 你說 不是開了戶口之後 只有一個擺字 可能兩三個月後 我就會在群組裡面 把你踢出來 也會有發生的 當然我們會按照尋規定 我們有權 在臉書裡面這樣做 那就沒有那麼多 如果是的話 我就會 其實我們現在所有客戶 都會擺去自動成文 我們臉書會員 我公司所有客戶都會 在七月一日之後 我會放進去 當然沒有成交那些 我就會慢慢 一批一批 拿它走 有成交那些就保持在那裡 當然希望可以透過 這些提示也好 你看看這些分析結果也好 令到你能夠 在市場上賺到錢 那就最好 你輸就輸給我 只要賺一條街 我當然希望你多賺一些 這個就必然的 你放心 所以建議得出來的 都希望你賺到錢 亦都會用回現在的策略 贏錢是自己決定自己走 因為大家吃多少 都不知道 這個又可以給大家看 在財經台網站前兩天 我就選了這隻股票 這隻股票的號碼就是1789 17896月4日有個帖子出來 1789下午兩點半 看到那些帖子的時間 兩邊都有帖子 即是在財經台這邊有帖子 在這個付費專區那邊 我有帖子 接著有另外一隻 就是中國中約570兩隻 1789570兩隻 接著有位網友就說 可不可以告訴我目標價多少 看到這裡 接著我就回答他 你自己覺得夠就離開 接著我就再跟他說 多謝意見 接著我就說 過了之後 現在升了一成 你就可以離開 這件事一貫都是我的方針 贏多少 你自己覺得夠就離開 因為每一個人自己的IRR都不一樣 即是自己的 叫做Internal Rate of Return 都不一樣 所以我怎知道你哪裏叫夠 可能一天賺1% 接著一天賺1% 這樣就夠就可以了 不是我賺3% 4% 那你升到就離開了 我盡量可以提供到給你的 就是哪裏是止蝕的 即是說 希望輸能夠minimize 那個loss 而upside 你自己決定 你覺得夠就離開了 其實很簡單 當然 這個是其中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就是如果你應用到技術分析 例如在陰陽足上出現某一定的信號 或者其他平均線有信號 或者動力指數有信號 或者成交量有信號 或者形態上有信號 或者你自己的工具裏面有信號 那你就離開了 即是說走不走是你真是很主觀的 OK 以一隻股票為例 馬上講一隻股票 這隻發死人才這隻 福壽元 福壽元 其實這隻我都貼了很久 很多個月前都貼了 你看一個up trend多漂亮 當然 當日可能升了上這裏 我叫你買 當然要指示欠了 但是如果你是作為一個長線投資 其實說真據你有錢搜 你買下這幾個可以 他說真據賺到現在 其實我印象中我們推介的時候 差不多是六個多五個多的位置 現在是九元了 我留言 你看到我的網友我九元再買 所以 我們上個星期貼這隻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 都未爆上去 在這個位置 大概八個半左右 升了五毛錢 當然 當然不是 我喜歡吃那壺 賺一頓飯又可以 不是 我想要去破十元的又可以 所以真的很主觀 你說不是 我之前買了那些 我很喜歡這個股票 哇 有時間升了 你問我這隻股票 我一邊拿下去 會不會呢 我都會拿下去 我都說這隻是長線投資的股票 一會兒 或者在第三節選選股裡面 我都會選 到時再說一下 為何這些會是長線投資的股份 因為接下來的節目 還有 只不過是今天一集和下一集 下一集 可能我會選 四五隻股票 我覺得是 有些價值 是可以長線少少投資的 下星期 因為是下星期18日 再下星期 就是最後那一集 可能我會介紹一下 有沒有哪幾隻 是覺得長線少少投資 都是有價值的 因為大圖 是可以長線投資 當然也很基礎的 不是技術 所以一直以來 我們做這個節目的裡面 都是很多根據技術 去給予訊號 當然自從這次買了 贏了 這次跌下來輸了之後 的確它再出現買入訊號 還一直都是賣的 所以又去那句 你覺得夠便離開 就是這樣 所以剛才要先說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 如果你在7月1日之後 繼續可以聯絡我們 找回我們的同事 打電話 22428888 找回Thomas 開個普通簡單的證券戶口 你自己在網上買買也可以 可以 Cash account 同一時間 你也可以打電話 跟我們D 在Dlink買也可以 甚麼都可以 好了 講完這個之後 就講講上個星期的選股 上個星期的選股 都選了幾隻 一半可以一半不行 整體上我可以這樣講 當然在周中裡面 剛才講了那隻 表現得很理想的 不是福壽源 是這隻 三天前已熱選 這隻就是1789 1789 1789 這隻才是真的 1789 即是周中選過1789 以及選過這隻 這隻 我都發出來了 6月6日發出來了 就是2382 還有哪幾隻 還有哪幾隻 最終的兩隻 對不起 這隻 甚麼看醫療 1789 這隻 就是6月4日發出來了 我也在兩邊有發出 在《圖表學人》這邊有發出 在《財經台》的Facebook這邊也有發出 好 這幾隻究竟是甚麼資料呢 第一隻 1789 1789 是這個星期 上星期被我市不撞馬郡 升了四成那隻 不過最後我都沒有走到 一二一二 我走了 八國幾走了 都可以了 贏了一點 1789這隻 就在6月4日 即是在這個時候 叫大家買 下午發出來了 四個多 四個七度 昨天最高上了六個一熟七 今天收了五個八熟幾 升了一元 升了二十幾% 升了二十五% 也不錯 這隻 當然它一個突破 一個三國營 之後向上一步一步升 今天我的同事走來問我 他問 這些三國營 除了它之外 其他幾隻都有 我說對 你拿這個例子出來 非常好 那單板我忘記了 不過 即是失敗那些 我就拿了這幅圖出來 告訴你 其實有一個事情大家要知道 就是 包括你們自己做trade的時候 這些突破三國營 破之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即是六四那天 它升穿了 即是我星期一做節目那天 它升穿了之後 是有follow through的 就是這支棍 有follow through 就是雖然星期三 出了一些陰燭 但它的陰燭 沒有跌到星期二 做了一支 即是吃星期二那支 然後昨天星期四 再創新高 縮下來也是出一些陽燭 這支牌要繼續再上升 所以這些三個人 就會突破 繼續會再上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支物品上了IPO 不是很久 而這支IPO 你會見到一上 它不是跌 你留意一下 很多支IPO 包括先前介紹過 賺過不少的日清食品 日清食品一出是向下跌的 跌完之後 接著收光貨才會再上升 是吧 另外哪支也是這樣 周黑鴨也是這樣 作為哪一隻是這樣的,尾圖收手也都是這樣 所以這隻反過來一開始的時候 你見到一上市就已經升 接著急不及待一個急升 當然急升當然要換來一個急跌 這支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個大突破上升,它沒有follow food 但是出了一些陰燭,結果就要調整,就要回吐 就是說這個急升是假的 但是穩定了底之後 看到這隻一路慢慢開始再砌上去 所以希望這個新移 這個上升三角形的形態 突破了這條阻力線之後 這支棍仍然可以繼續再停售 再向上升,升高一點點 這支棍如果你買了1789 這個指示位很容易擺就是5.3 擺在5.3就散水 否則再跟它捏來一點點 應該有些作為1789 第二支了238 而這兩支就是中間 這個星期周中投入出來 這支為什麼我會買信譽光學 信譽光學我自己也賣了 就是利益申報 這支因為頭肩底 看到嗎 頭、左肩、右肩、頸線突破 突破之後上升了向後抽 後抽的pullback pullback給頸線托著 然後再向上升 所以這支我會看過線 這支我160元自己申報 160元我自己賣了 你會看到我的pullback出來 其實我pullback出來 周中那些我都會賣 基本上 今天時量最高值170.9 今天收到168.3 這支買了的指示位 也很容易擺 擺在160元 擺在160元做指示 上完課是160元 第三個上個星期也有提及過的 就是9、5、6 9、5、6 如果2個星期是5、4、3、2、1 星期一來說應該是 停輸過半 對不起 2個星期 雖然還未遇到 走吧 又是那句 記住選股 為何要找選股 因為選股當時選了之後出來 基因於他好像想要走的時候 我們才選他 如果選了出來他要走 應該走而不走 就走了 一兩天都不走就走了 所以這支亦都是這樣說 雖然卸不到的指示 但我都會走了 這支9、5、6 輸過一毫子 我們買的時候也不是很高而已 兩個拆,輸一毫子 輸一毫子給他 不要浪費時間 這支我有持有的 中星控股 中星控股我有持有 我買了也有貨 這支今天再創新高 27、6毫子 OK 這支我還持有 我還未走 因為上個星期 我們這個選股也有 中星控股24元指示 你可以將指站位擺高一點 指站位擺26元 不算26元 你就再將中星可以再捏久一點 是吧 這支圖也很帥 這支圖也很帥 還有開始MACD可以沖 RSI也很帥 這支圖也很帥 希望近上一場留下這支圖 市民率也不高 只有14倍 安全的這些 都在一個安全的區域裏面 這支也不怕 跟他再坐一會 上星期另外一支是13500 這支就輸了 這支剛剛今天收市價 就是上星期我們叫你買的時候 的停滯位置 我都會走的 也都是剛才所說的 5、4、3、2、1 星期一那天一開 星期二上升的時候 然後出些音速不閒就走 又是 還未卸到 但也會走 那就會入市價 你應該星期一星期二大概1.57左右 輸7千左右 走啦這些輸少少走 沒有所謂輸幾格 完全不介意 即是說13500要走 不看一些就蚊插鬚 然後另外一支是956 蚊插鬚不用看 只有881繼續看 另外一支是1448 1448長期持有 長期持有就持有 下個星期希望會爆上去 OK 1448止蝕位你可以放在 8.8 8.8 或者8.7 不要被它震走 慢慢地黏上去 這些東西應該是穩穩定 越走越高越走越高 另外就是570 570在周中 即上星期中間周中段也算是買過 這支就跟著整組的藥業股 包括石藥 以及大陸 今晚另外一支提供的 八雲山都是同一系列 這支藥業股 如果純粹看圖 你說頭肩頂又來了 頭肩在這裡 左肩右肩 頭左右雙肩 會不會頭肩頂呢 我可以告訴你 甚麼都有可能 亦都是 跌穿頸線便離開 所以這個項線指涉位 可以放在大概6.9左右 6.8 6.8 570 不算6.8 你就要再拿去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它不是頭肩頂的話 這個將會是一個新延浪的起步點 所以就能看到的 如果你6.8輸幾格 輸幾號子 輸三號子 可以賭得過 上個星期大致上是選股選了這幾隻 休息一下就回來了